别看女人表面人畜无害 背地却往红茶里 投入了无色无味的迷魂水 林默一时大意没有防 只是喝了一小口的她 顿时站都站不稳了 当林默从昏迷中苏醒时 她已经被五花大绑起来 而始作俑者的艾莉正直勾勾盯着她 原来昨晚被谋杀的作家 正是LVY的老公 而此时的林默 恰是警方眼下的头号嫌疑人 为了报仇血分 LVY直接抄起一旁的剪刀 抵在了林默的脖子上 然而她面对威胁 却一点都不慌 反而科普起了少儿不宜的知识 这是复古够动脉 你抽着理会 会怎样 我按你一点 我说的是血 LVY见林默不吃这一套 只好换一个玩法 要么说出真相 要么她电话报警 秘密的依依在分享时内科的快感 你说 在LVY的步步紧逼下 林默最终只能把自己的秘密身份 以及处理凶杀尸体的过程 依依如实告知 可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LVY虽然相信了她的身份 却并没有打算放过她 然而这时 闻铃响起 不得已 LVY只好给林默堵住嘴巴 到外面接客 而房间里的林默 此时是再也按捺不住了 她看见头顶的花皮 顿时心生一记 可她挪动椅子的声音 还是惊动了外头 我养了一只狗 等LV好不容易打发掉了客人 再回到房间 林默已经结绑成功 反将了LV一军 现在轮到她来提问了 可不等她开口 门外竟再次传来门铃声 林默根本不给客人面子 三人两语将人撵走 然而就在她准备关店的时候 门外她的学生牙套妹 却站在那里 林默以为她又被人欺负 没想到牙套妹 却缓缓摘下眼睛 说自己想买花 感谢林默 想买什么花 脑 带 开 花 尖刀入肉 瞬间斩出一道鲜血 林默看着窗上的血迹 顿时明白 女孩就是杀害了师傅和作家 来自笑脸组织的杀手 虽然她一直苦苦追寻的对方 然而见面时才尴尬地发现 自己竟然根本不是牙套妹的对手 别看牙套妹身材娇小 但每一招每一事 都直奔要害 很快林默就被击倒在地 尖刀直刺她的心脏 眼看就要横死当场 幸好这时 艾维拿着杀虫剂赶到 为林默解了威 两人一路逃到人多广杂的菜市场 这才暂时躲过了追杀 然而他们惹出的动静 还是招来了警察 协助林默逃跑的艾维 也被当成了嫌疑人 现在两人俨然成为了一根绳上的蚂蚱 于是林默也就把真凶的身份 告诉了艾维 为了报仇 艾维决定跟着林默一起行动 他们来到楼顶 准备通过这里的特殊通道 逃离警察的追捕 然而等艾维走上独木桥时 林默却反悔了 停 停闹了 我说停 他站在独木桥上 脚底就是万丈深渊 然而要想通过这道桥 必须向面前的男人 交代自己所有的秘密 这是你刚才说的 秘密的意义在于 青铜那刻带来的快感 现在该年了 林默又是一灯 摇晃的木板差点把艾维 原来林默已经识破了艾维的身份 她是来自笑脸组织的黑寡妇 任务适合富豪结婚 等组织暗杀掉富豪后 在继承大比遗产 四件状只好坦白 她14岁那年 跟母亲改嫁到了泰国 然而不幸的是 继父是个人渣 害死了她的母亲后 艾维只能流落街头 为了生活 她什么样的工作她都做过 就在她身心疲惫之际 一鸣星探向她递出明天 本以为是通往人生胜利的阶梯 结果却是陷阱 最后被拍的小视频了她 只能听从笑脸组织的安排 如今她已经被迫 和四名富豪辗转结婚 几近麻木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老实人 结果这人又被杀了 所以现在她是对组织恨得不行 林默见她也有脱离组织的想法 于是一拍即合 打算一起端了组织 但她和艾绿的一番谈话 也让她意识到两个问题 首先就是为什么 组织要杀害作家和私家侦探呢 这明显不符合组织的作风 其次则是两人的死法 有明显的差别 林默怀疑有两名作案者 而找到杀害侦探的凶手 就是摧毁组织的突破口 于是两人又马不停替 赶往侦探的住所 可这时他们才发现 警方为了调查 已经把这里的所有物品 都带回了警局 林默只能对着空空如也的住所 深吸一口气 但什么有用的味道都没闻出来 可就在这时 Ivy提醒她 不是所有线索都有味道 一语惊醒梦中人 林默意识到 没有味道才是最奇怪的 很快他就发现 侦探已经很久没有开过火了 但是他却在驱使当天 买了一大袋米 夹着屋子里没有手机 林默怀疑 当天侦探的手机进水了 只能使用米来吸水修复 很可能里面就藏有重要的线索 林默这边刚做出推论 当晚警局就溜进来一个神秘人 四处翻找起来 然而正当他打算接近那包米的时候 巡逻的警察正好发现了他 神秘人只好奏翻警察后逃离 但经此一回 警察还是发现了米袋里的手机 同时这件事也让大家意识到 警察中出了内鬼 很快警察在侦探的手机里 找到了诸多Ivy的照片 看来侦探生前一直在跟踪他 与此同时 警察又破解了作家的电脑 触发了里面的程序 将一封邮件自动发送给了个大媒体 而邮件的内容竟然写着 作家是首富的私生子 正准备回家继承遗产 当林默得知这一切 瞬间明白了什么 原来 Ivy一直都知道作家的真实身份 就等着林默产出组之后 名正言顺地继承遗产 但Ivy却表示 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她从没有利用林默的想法 为了表明心意 她独自来到警局自首 并要求召开新闻发布会阐明一切 此话一出 林默对Ivy的怀疑顿时烟消云散 但她这样的做法 势必会引来组织的报复 果然很快 林默就收到了Ivy被绑架了的消息 别过来 别打 住手 疼了林老师 林默眼看心爱的女人中道 顿时惊出了三魂七魄 她急忙表示 杀手不要太嚣张 她俩被解决后 下一个要清算的就是她 怎料杀手是个十足的变态 她享受的是杀人的过程 是刀刃捣碎内脏的快感 这女人的身体 太丹保了 我不止一次 想要我的刀子 刺进你的身体里 林默健壮 立马想到了应对的办法 她跑到天台边缘 让杀手过来刺杀她 原来就在暗处 警察早已做好了准备 一枪带走了这个恶魔 解决完杀手 身中束刀的Ivy被送到了医院 经过一晚上的抢救 总算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事到如今 要想了解一切恩怨 林默就必须尽快找到 笑脸组织的老大 于是第二天 林默买了一堆化学用品 将它们制成烟雾弹后 冒充快递员 把他们安插在警局各处 很快 涌出的化学烟雾 形成了火灾的假象 所有警察慌忙逃离警局 而林默则趁这个时间 在警局内部找起了内鬼 当警察发现端倪 返回警局的时候 林默就已经理清了一切 他没有反抗 而是在审讯时提出 要和老警察文宋单独会面 并且关掉所有的监控设备 随后林默开门见山道 建文宋还在装蒜 林默也不多废话 说出了自己的推理 原来刚刚他在警局里 翻找出来的 正是作家一案的凶器报告 上面显示着有自己的指纹 显然是一份假报告 而负责提交的人则是文宋 那就很耐人寻味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就是坐在轮椅上的老人 而当时那个握把上藏的小刀 正是栽赃嫁祸林默的凶器 另外林默还拿出 侦探指缝的纤维 化验过后发现 这是一种老牌汽车靠垫的材料 我们现在只要到你车上 看看你的汽车靠垫 是不是这种材料 就会一清二楚了 最后 则是文宋抽屉里的薄荷烟 全警局只有他一个人抽 与侦探尸体上的烟味不谋而合 说完这一切 文宋也彻底不装了 他掏出一把水果刀丢到桌上 他已经打算趁没有监控 直接击毙林默 再把他伪装成暴起被反杀 原来 警察在离开前 在桌角偷装了窃听器 刚刚文宋的所有反应 都被外面的人禁收而抵 果然当他走出房间 外面已经包围了一圈警察 我猜的没错 你是为了他 林默 其实咱俩是同一种人 说完这些 文宋选择了自杀 一切似乎尘埃落定 但文宋最后的话 却让林默有些心神不明 当他赶到医院看望艾薇时 却发现他已经离开 并且从医生那 得知了一个惊掉他下巴的消息 那就是艾薇还怀有两个月的身孕 也是直到这一刻 林默终于拨开了一切的迷雾 原来艾薇才是笑脸的幕后老大 但这个秘密 却不甚被调查他的侦探发现 只能紧急派遣闻送 将其铲除 这才牵连出后面的一系列事情 而现在 艾薇虽然公开宣布放弃遗产 但他肚子里的孩子 却仍然有继承的权力 说到底遗产 还是落入了他的手中 这样看来 眼见果然不一定为时